緬甸軍方反制街頭抗爭 大城市出現的裝甲車 十五號凌晨 全國第三度大斷網 雖然稍後已經恢復 但軍方發表聲明表示 將對煽動仇恨抗爭的人 祭出二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重罰 還把翁三蘇姬的 積壓期限延長到十七號 緬甸第一大城仰光市中心的央行門口 十五號出現裝甲車與抗爭群眾 同時盤踞街頭的緊張場面 示威者高舉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標語 反對軍方政變奪權 要求釋放民選領袖 旺山蘇姬 當天凌晨一點起 還出現症病以來 全國第三次的網路大斷線 二十五號上午 網路恢復了正常 軍方以一指強硬的聲明 警告無論是用言語 或文字或標語 任何可見的形式煽動仇恨 引發對政府或軍警人員的不滿者 將面臨二十年以下 或者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懲罰 緬甸軍方一號奪權政變以來 遭遇人民超乎想像的反彈 近日開始加強壓制力道 十四號在北部大城密之那 朝示威群眾開槍驅散 逮捕至少五名記者 目前無法確定用的是橡皮子彈還是實彈 不久軍用車輛就開始進駐大城市 雖然在國際壓力下沒有大局武力鎮壓 威脅意圖相當明顯 過去兩個禮拜以來 已經有四百名抗議者被捕 十三號軍方還宣布不必搜索令 就可以拘留民眾並且搜索住處 更加深人民暗夜被消失的恐懼 凌晨斷網八個小時 是否有進一步的大抓捕 目前還不得而知 美國 英國與歐盟各國駐緬甸大使 十四號晚間發表聯合聲明 堆促緬甸安全部隊不要傷害平民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也呼籲軍方 批准聯合國特使前往當地評估局勢 共日新聞是會選比擬